大家好 恭喜發財,恭喜發財 各位各位新年好 醒個鼻涕喔 來,這個過年 今年不是今年,今天是大年初五 來,小弟,確定是不是大年初 你看已經過到不知道今戲是何戲 今天是 对初五礼拜六 今天是大年初五 那小弟呢就在选择在大年初五 这一天开工了 开启这个虎年第一趴直播 虎年第一趴直播 第一趴直播就讲这个抗中 这个东西 没有关系 因为现在时事是这个嘛 但是没有关系 在我正式讲今天的这个主题之前 我先在这里跟大家拜个年 祝各位网友虎年行大运 虎虎生风 福气啦 福啦福啦福啦福气啦 祝大家就是有虎年有福气 福气满满 最重要的就是身体健康 合家平安 虎年行大运旺旺来 恭喜恭喜 最重要的 中国人就要讲这一句啊 拜年的时候要讲 最重要的这句 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 老外也是老外看到我们 就是恭喜发财 他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反正他就讲恭喜发财 就是 哎 好像是我们 我们就喜欢发财嘛 就是他 他就喜欢赚钱发财 过年就是祝大家 恭喜发财 好不好 恭喜发财 红包拿来 我现在已经过了那种拿红包的年纪 开始讲正式主题之前先聊一聊 我就想现在这个年龄 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年龄段 可能三十几四十 三四十这个年龄段的人 就是单身其实是很亏的一件事 你知道就是像我过年我去拜访朋友 朋友就结婚有小孩了 那你要拿去包包包一直包一直包 就是 拜访朋友就是一直要包红包包红包 就是 你怎么办 大家都有小孩啊 这个年纪你的朋友都有小孩啊 那你要出去走串门子 你就是要包 那你没有你单身嘛 你没有小孩子 那你就是人家也不会包回来 那你要过年你要计较这个吗 那除非你就是过年你就待在家里 我不出门了 真的是 我现在真的觉得 单身了真的很亏耶 这个习俗是惩罚单身是不是 有可能 不然如果每个人都单身的话 那这个社会没有办法翻演 继续翻演下去 就是这个文化是要push 就是迫使让你有更强的动力去成家 然后去有后代 那当然这个社会才能一代一代传下去嘛 有道理啦 但是就是 那就是现在就是这样嘛 就是说 你你单身你去走春啊 拜访家里面啊 我真的包红包包的好痛苦 就想 还有同学 还有朋友给我生三个 我就想 哦那你怎么办 你就你要先算一下 啊好啦 那就那就包三个吧 那一个包多少钱 然后还有跟朋友约了 一起去拜访的 就我们还要先 时间讲好 就哎 等一下包多少钱 因为不能差太多嘛 不然我包个一千 他他包个两千 那我就哇 那我丢脸 对不对 我们就讲 哎我们等一下好不好 我们说好 我们等一下包多少钱 就是这样子 所以 我讲 哎 过了一个年 单身的人荷包真的又缩水了不少 哎 好啦 总之 今年大年初五了 这个年也要过去 好不好 祝福大家新年快乐 然后祝福单身的各位 你想成家的 来年也能够成家 让人家也给你包回来 啊不行啊 你要有小孩 就之后也能结婚生子 然后等你有小孩 你你你把那些红包都拿回来 我朋友结婚了我也包了给他 小孩了我也包了 我包包包包包包 我在想我不结婚的话 我单身的话 我真亏 亏死了 亏死亏死了 过年 过年我就在算这个 过年单身的真的很亏啊 单身好亏啊 真的是好亏啊 好亏好亏 亏死了 好啦 总之呢 祝大家 新年快乐啦 虎年行大运 虎虎生风好不好 新来的再跟大家祝福一次啊 好 来 那就正式开始我们这个 过年虎年第一趴直播啦 来虎年第一趴直播 我们要讲什么样的话题呢 怎么第一趴直播 就来讲这么硬的话题 但是没办法嘛 因为我是一个时事的直播主 对不对 那时事的直播主就要讲时事啊 那现在有什么时事 现在时事就冬奥 那冬奥的时事 啊对了 这个冬奥是冬季奥运啊 北京冬奥 冬奥就开始了嘛 那相关冬奥的这些话题 那我们就来聊一聊啦 来 中共同路人 是不是越抗中越多 那今年的这个新年开始 一开戏 一开场的就是来一场 抗中的这个大戏啊 我用烂戏啊 又是来抗中这个老 老戏老路子啊 我等一下会讲 然后呢 为什么叫做 强迫新疆姑娘点圣火呢 等一下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新闻啊 然后 昨天这个冬奥的这个开幕式啊 暗藏玄机 我想大家其实也传翻了啊 是不是有什么含义啊 是不是有什么含义在里面啊 这个张艺谋导演 哎呦有个小心思啊啊 好 然后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几个新闻来讲一下啊 然后等一下call in了 大家可以上麦来聊一下 各位的新年新希望 或者来分享一下这个新闻啊 首先我们来 祝贺这个北京冬奥啊 这个已经顺利开幕了 那希望接下来的赛事呢 能够大家 各位选手能够尽力的比 把最好的自己 其实这些运动员啊 运动选手 你你练习了这这么久 每四年才一次奥运嘛 那很多运动运动员 你这一辈子的追求 就是为了在奥运会场上 能够出场 已经是非常高的荣誉了 能够拿牌 那个这个叫做死而无憾 真的很多运动员 那个叫死而无憾 我很喜欢的一个这个冬奥运动选手 我到现在很喜欢他 他是韩国的那个花式华冰女王 他叫冰上精灵 金炎儿 他他已经退役了 金炎儿 他在2010年的时候 拿到那个冬奥的冠军 然后2014年索契的时候 索契奥运的时候 只拿到银牌 那他他那个时候讲 他在2010年的那个 温哥华冬季奥运的时候 当时他是怎么备战的 他说他可以为了奥运金牌而死 他真是有 他这样讲 有这种决心 我可以为了奥运金牌而死 所以就是说 这个运动员 他们他们的这个 毕生的追求 就是在这个奥运奥运的这个殿堂上 出赛 甚至于拿奖牌拿到金牌 真的叫死而无憾 真的叫死而无憾 所以就是接下来的这个冬季奥运 我觉得我们作为观众 我们也有幸 来看到这一场这个 人类人类最高 体能殿堂禁忌的这个演出啊 然后能够欣赏他们这些运动员 毕生的这个心血的展现 那也希望他们能够把最好的自己展现出来 也祝福他们 然后能够 我们也很幸运能够看到观赏到这么好的演出啊 然后呢我要来秀一下爱线一下 最近呢 因为这个冬奥开始举办了嘛 那很多很多人就开始来排这个奥运的这个吉祥物的这个商品 叫做冰敦敦啊 然后那个专卖店都已经排翻了啊 现在这个叫一一物 呃这个叫一一敦南球 反正就一个一货南球啦 反正就纪念品一品南球 冰敦敦在这里 登登登登 冰敦 嘿嘿 我有冰敦敦 是不是很羡慕我啊 这个是冰敦敦的盲盒啊 他有这这几种 你打开来你不知道是哪一个冰敦敦啊 现在是非常非常红的哦 这个冰敦敦 买都买不到啊 冬奥这个北京冬奥的这个纪念 吉祥物冰敦敦 排不到的 但是我有 嘿嘿 我有 我有冰敦敦 还没有打开哦 这个冰敦敦呢 送给乖宝 盲盒哦 到时候你在打开 你在看什么啊 冰敦敦 现在现在一货难求啊 大家来买这冰敦敦 我下手下的找 我还有我还有啊 OK好 哈哈 冰敦敦 嗯 好OK 来那就正式开始 今天的这个主题了啊 好来今天的主题 抗中烂系 来新年继续啊 我要怎么讲呢 抗中烂系新年继续 来抗中烂系 新年的这个抗中烂系 由谁先开始演出呢 当然是由我们这个 台湾 对不对 我们这个台湾 呃 台湾中国 一边一国的台湾 我讲的台湾 是这个台湾 台湾中国的 一边一国的这个台湾 来开始 我们的抗中烂系的这个系 我要怎么讲呢 来我们来先看一下这个新闻啊 好来 嗯 代表代表代表我们的啊 中华台北的这个黄玉婷啊 他他是 呃 竞速滑冰啊 竞速滑冰的这个选手 黄玉婷啊 那他惹了一个争议 什么争议呢 他在他的instagram上面 秀出一段影片啊 他穿了这个 中国队的这个队服 然后来 来练习啊 当然这是一个私下的影片啊 他不是在正式的赛场上 然后呢 这个就 就在在我们内部 台湾内部 就引起了非常大的波澜 就哇 怎么可以这样啊 乳胎啊 可恶啊 你真的是中共同物人啊 哎呀 好 然后就是梁文杰啊 梁文杰现在是立委还是市议员 我不知道哎啊 是议员吧 反正他心潮流的啊 梁文杰他就说呢 他不管他得第几名 我们都当做他不存在 OK好 来 代表我国啊 就中华民国了啊 参与北京冬奥竞速滑冰的选手黄玉婷啊 在IG上面 传一个 身穿中国队对付的影片 然后就引起争议了 中管董事长赵绍康批评啊 这个行为很不得体啊 然后民进党籍立委梁文杰也附和啊 我个人的看法是不管他得第几名 就当做他不存在啊 首先我我我个人先讲我个人的立场啊 我觉得 呃 他这个行为当然在政治上面的sense是很差 但是他他是一个运动员 你你不会用政治人物的要求去要求他 再来呢就是运动员我私下我爱穿什么衣服 我爱怎么样 而且 其实 在他不是搞政治的 大家体育场下面私下大家都好朋友 我真的是我 I don't care 他可能根本就不care 所以他才会 第一个时间那个政治脑袋没有想到这件事 然后就把他上传 然后上传的发现哇 怎么引起轩然大波 嗯 然后再再把他下架 我是这样想的 不然他干嘛上传这个 然后再把他下架 对不对 他一定是第一时间那个脑袋没有想到政治这一块 他只是很正常很平常的去po一个IG的东西啊 但只是没想到 这个引起这么大的政治波澜啊 在政治上面会引起这么大的波澜 当然也是因为现在两岸的关系实在是太差了啊 然后呢 这个很好玩的就是 虽然很多人包括赵少康赵董事长 还有民进党的这个梁文杰议员 还有很多人都在批评他 但是很意外的哦 有一位人 人凶啊 王定宇 他说我们不要反对这个台湾出席开幕式啊 也不要苛责这个穿中国中国服的这个选手啊 是这样啊 好来我们来看他怎么讲的啊 王定宇啊 王定宇是这样啊 这一位王定宇 王定宇认为台湾的这个滑冰选手啊 他即将参加北京冬奥 我想我们要给选手最大支持最少干扰 作为选手在国际赛场上交换球衣 所在多有 我们不用做过度的联想 很奇怪哦 王定宇竟然替他缓夹哦 到底怎么回事呢 哦 这个到底是要该批评不批评呢 这该该怎么办呢 其实很好玩啦 就是说 因为这个黄玉婷 我相信大家也应该看到 这个黄玉婷哦 他之前其实在2011年的时候 曾经出席过支持蔡英文的这个场合 曾经挺蔡英文的当时 所以如果真的要这样这样去切的话 其实对对民进党很多政治人物 你你没有办法去切的这么干净 然后再加上这个时间点 包括之前说好要抵制冬季奥运出席的 但是后来也没有抵制 抵制到一半也不抵制了 那就是说我在讲抗中其实对对蔡英文他心里面很清楚 这是我自己个人的判断了 就是他心里面很清楚 他说我抗中我只是混口饭吃了 我不是真的去抗中只是个假戏啊 假戏我不能真做嘛 对不对我只是场秀假戏不要真做 所以我差不多可以了啊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我对我来讲没有政治利益的事情 我就不要做了啊 所以才会派这个王定宇出来换家 这是我个人的我个人的判断是这样子 好来所以呢 我们的中华队啊 中华队进场的还是由黄玉婷他来掌棋的啊 然后很好笑就是 大家就看他们表情只会如上考评 我觉得也不用这样去解读啊 他带那么大的口罩你怎么去解读他的表情 难道他要从头笑到尾巴 我在想我带一个这么大的口罩 我到底是笑还是怎么样 你也看不清楚啊 我是要笑成多大 我带这么大口罩你才知道我在笑 所以不用解读他的表情啦 就是差不多可以了啦 啊好不好 那总之呢 最后还是他还是黄玉婷呢 还是我们中华台北的掌棋官啊 那关于这个中华台北这个呢 也有一些这个副本啊 就是说有一些可以聊 就是这一次中华台北的出场顺序 中华台北出来之后呢 那当然那个转播的主办单 转播单位他是讲中国台北 但是在奥会上面他还是用 Chinese台北 然后打打还是打中华台北 中文还是打中华台北 这个是奥奥运主 那个奥运会上面这个规定的啊 但是呃 转播单位他可以讲中国台北 那这是转播单位自己的 自己的决定自己要这样讲啊 好 好 那所以呢 最后我们的这个 然后呢 中华台北之后 就是香港 香港出来 怎么会出场序 怎么会中华台北在前面 香港在之后 那这个当然也是有一些政治操作的安排 好 然后呢 接下来呢 因为这个黄玉婷 他还是我们的掌棋官啊 然后就有人不爽 这个叫做 林佐水 来我们来看一下 林佐水 来 林佐水他说 蔡总统 距离开幕还有半个小时 测换掌棋官还来得及 请拿出当总统应该有的骨气啊 这个台独大佬林佐水就不爽 就是黄玉婷怎么可以这样啊 怎么可以 OK 好来 好 对这个不要看这个 看这个啊 好 好结果没有测换 然后林佐水不爽了 台湾支持 中华民国支持 已经这个叫 仰齿国际了 日本媒体 收了收钱毛了 我们很羞耻 但是蔡总统 你的中华民国台湾很光荣吗 你已经准备隆重的接见他 以示光荣了吗 就是这样 就是对台独大佬林佐水来讲 怎么可以这样 蔡英文你怎么可以这样 那他这样 不但侮辱你的中华民国台湾 更侮辱我们台湾 反正就是这样侮辱我们 怎么可以这样 你没有测换他 台湾支持啊 中华民国支持啊 林佐水真的很不爽 这个台独大佬林佐水 然后呢林佐水就说 竟然是这样 遇到国民党就开始呛反共 遇到共产党就不反共 你蔡英文你怎么可以这样子 哦 那个 林佐水大佬 你今天才知道吗 唉 不过我还是觉得 起码 不管不管怎么样 林佐水我还佩服他嘛 我不认同你理念 但起码你纯粹嘛 你就是真的去想去做这件事 那 蔡英文他这些 他们知道 抗中啊 什么台独啊 这些基本上就是一场秀而已 只能假戏不能真做 我抗中我真的就是 混一口饭吃而已 对对对 蔡英文还有这些既得利益者来讲 你真的抗中 不好意思 这是抗不了 你 呃 当然对对林佐水大佬 他可能觉得 他他有他的这个路跟规话 但是 蔡英文他其实很聪明啦 他觉得抗中只是混口饭吃 我真抗中我 真的那个叫 那个死路啦 就是走走不通的这条路 我不能我不能真的去做 我只能假戏 我不能真做啊 而且你看 因为抗中现在有点操作的 有点过头的 有点要真做的那种感觉 所以导致 蔡英文有点难拉回来 就是大家来看你怎么收这个场 那所以你 你你你你说要抵制 那你该出席还不是要出席 你该测换掌机关 还不是要测换掌机关 那你真的 你真的要反购 你就是像林佐水这样啊 你有种就像林佐水这样啊 就讲嘛 你你为什么不测换掌机关 你就测啊 你在怕什么 你抵制东方你就抵制啊 你在怕什么 有什么好怕的 一场冬 一场奥运 会而已 而且还是冬季奥运 还不是夏季 冬季奥运 我们才几个选手出场 中华台北 四个是不是 四个而已 那好差啊 对不对 四个选手出场 抵制一下成本没有那么高 好不好 安抚一下那些选手 当然啦 对于那些选手来讲 那是他们的生命啊 但是反正你 蔡英文你你什么时候那么care 一般死老百姓的想法哦 对不对 如果你真的为了你的理念 大家挺你 对不对 但事实上 那个我我其实我这口气 是为了林佐水而叹的 我我我我可以感受得到 林佐水他他的气氛 我我还喜欢 我还欣赏这种人 你你纯粹嘛 对不对 你但是真的大佬啊 还是看清楚啊 这个抗中就是 死路走不通的啦 你只你只能当一场秀来做 而且这只是一个假戏 你不能真做 所以真的 如果真的为台湾好 你想清楚台湾到底 应该走怎么样的路 现在蔡英文 他走的这种路呢 就是做半套而已 而且还不能做下去 那他只能在那里 哈 混自己的房 然后损害了 全台澎金马2300万人的利益 就是这样子 哈 ok來 这就是第一part 抗中这个滥戏 在台湾先上演了 第一个part 那当然抗中这场滥戏呢 一开春这场抗中滥戏 除了在台湾上演 当然还有在台湾最亲爱的干爹 台湾的爸爸 就是台湾的爸爸身上 也上演了这场抗中滥戏 我们的美国爸爸 也上演了抗中滥戏 来我们来看 美国爸爸上演了什么抗中滥戏 这个OK 来这边 这个叫做NBC的开幕式解说 这一幕是对西方的直面回击 我们来看一下是什么 哪一幕啊 就是这一幕 这个奥运点那个圣火 的这个点火的仪式 这一幕 这一幕有两个运动员 这个北京给奥林匹克运动 会留下一个近百年从未有过的点火仪式 负责将手中的火炬 也就是主火炬插在大雪花之上的两位年轻运动员 这两位分别是赵家文和迪尼格尔伊拉木江 我天哪这个名字也太难念了 迪尼格尔伊拉木江 反正这个迪尼格尔 他是一个来自新疆阿尔泰的这个越野滑雪运动员 因为其维吾尔族的身份 引起外媒密切注意 就是这个画面了 然后因为这个画面呢 这个NBC的这个主播啊 这个主播叫做 萨凡纳格斯里 什么什么 萨维纳格尔 OK好 萨维纳格尔呢 这个NBC的主播呢 他在解说的时候 他就说 这个安排啊 这个点火仪式 这个安排 就是由这位 迪尼格尔来自新疆阿尔泰的 这位运动员 出场来点火的这个安排 是中国发出的一个声明 这是什么样声明呢 这个是对西方国家的 叫做直面回击 In your face 直面 当着你的面 In your face response 我们那个 In your face 就是当你的脸 直接 可以弄下去 如果有爱看NBA篮球的话 有那种 当你的面 直接把你灌篮 灌下去 那个叫In your face 就有点 就是 打你的脸的那种感觉 In your face response 直面回击啊 这个直面回击 对于西方国家的直面回击 当然也包括美国在内 OK好 This is a real message 这是一条真实的信息啊 就这一位NBC主播 他在解说的时候呢 讲到这个画面 他是这样去解说的 OK好 但是当他这样子解说的时候呢 糟糕 在美国内部呢 也引起了塔律班 诶 怎么美国要塔律班 就是美国的塔律班的攻击 美国塔律班也开始攻击了 很多那个美国的右翼 就开始攻击这个 Savanna Guthrie OK 他的性很特别 Guthrie 这个 格里 Guthrie 这位主播 萨凡纳格里斯 格斯里 OK好 OK好 谁攻击他呢 美国右翼的媒体人 克莱塔维斯 Clay Travis 创办的体育新闻网 夸张的说 格斯里为中国政府工作吗 听起来是的 就开始来攻击他了 NBC Savanna Guthrie China Savanna using Uggers Athletes in Olympic Ceremony And in your faith response to West 他是怎么讲的 他就是这一位 这一位他说 Is NBC Savanna Guthrie Working fo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t sounds like it OK好 这个主播 他是替中国政府工作吗 听起来好像是这样 就是这一位 美国右翼的这一位 媒体人 Clay Travis 就这样攻击那一位 那一位 NBC的主播 开始被美国塔绿班攻击了 然后还有 其他人也开始攻击了 美国的这个 C-SPAN 这个媒体的同行 这个Kate Hite 凯特海德 Kate Hite Kate Hite 嘲讽说 做得好 格斯里 中国感谢你的服务 Doing great Thanks for your Service 他这个马赛克的是什么 可能是一个词吧 可能是一个禁词 不知道 OK好 反正中国感谢你的服务 就是反正就是把 这个NBC的这个主播 也贴上中共同路人的标签 怎么这套路这么像塔绿班 所以我就说 美国塔绿班 还是 还是塔绿班 台湾的塔绿班 是美国来的 还是美国塔绿班 是hire 还是美国的那些塔绿班 是hire台湾过去 我不知道 反正两边的都很像 就是开始塔绿班 就开始攻击了 然后呢 福克斯的这个新闻右翼媒体人 这个叫做 Kyle Baker 然后在怒斥那一位 这个NBC的主播 是成为中国的宣传喉舌 那纽约时报更是说 这个以纽约时报为首的美国媒体集体出动 他说 这一场政治赛事的开幕完全政治化 甚至出现新疆姑娘被迫点火 等等的谬论 就是说那一幕 那一位新疆姑娘 她名字实在我是在忘记 新疆人的名字实在太难念了 被迫点火啊 被迫点圣火 太太太不人道了 你怎么可以强迫人家去点圣火呢 哦哦 之类的 哦 蛮好笑的哦 但是呢 这个很多外国网友看不下去啊 就是说你们这些公结言论太荒谬了嘛 因为怎么说呢 对于一名运动员来讲 在奥运开幕仪式担任这个火炬手 这是一个光荣耶 这是毕生的梦想耶 那你按照西方媒体的思路 就是说 中国政府 强迫 运动员去实现他毕生的梦想 这个是什么鬼啊 哦 好不好 就是 你在强迫这个新疆的姑娘去点圣火 你就是强迫一位运动员去实现他毕生的梦想 哦 曾经病 哦 那 这个强迫我觉得还不错啊 你去强迫人家实现他梦想 诶 诶 not bad 我觉得 OK啊 很好啊 哦 你说攻击不是变得很好笑 你强迫一个运动员去实现他毕生的梦想 所以我就说 有时候抗中 你是不是抗到已经 已经 已经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 那个逻辑在那边狗屁不通 到底是怎样 人家点圣火 是荣耀好不好 是光荣 你 还有还有人帮你强迫实现梦想的这么好的服务 我也要 怎么这个 这万恶的中共也不来强迫我实现我的梦想 我想跟底力热巴在一起 强迫我吧 让我实现梦想 好啦好啦 反正反正那个 就是说 诶 这个怎么讲 就是这一些西方媒体的这些攻击 网友实在看不下去 因为就是说你这个论述已经荒谬到 有点好笑了 就是这样 所以就是说 呃 抗中的这个滥系啊 除了在台湾上演 在美国也在上演 这个就是开春第一档抗中乱系 也预告着我们今年继续抗中 抗下去 好不好 继续来看怎么抗中 这个很好玩 真的蛮好笑的 奇怪 怎么会强迫运动员去点圣火 这么好的事 好OK 来下一个 下一个 就是说 呃 昨天的这个开幕式 我相信大家很多人都有看 那开幕式有一幕 引起了大家的这个 讨论啊 就哪一幕 就是这一幕 嘿 这一幕啊 鸟巢这个一歌都不能少 这个张艺谋导演 安排的这个 这个桥段 就是有一个桥段 就是有一个小朋友 就是数百名小朋友 持那个和平歌表演的一个 叫做闪亮的雪花 然后其中有一个小朋友 诶 迷路了 迷路了 然后就是 这个大姐姐把你给牵回来 来 小朋友 大姐姐把你牵回来 你来回到我们的这个队伍啊 就这一幕啊 OK好 然后大家就看 哇 这个桥段 你一定有 就是有隐含的这个含义是什么 我们大家都知道 非常的清楚 这个迷路的小朋友 你回家吧 你回家吧 小朋友总是要回来的 我是一个掉队的小鸽子 我在人群中找到姐姐 姐姐把我牵到队伍里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当然接到这个球 马上就这样 我们来看网友 怎么样 啊 掉队的小鸽子 迷路的那个孩子 一定会回来的 这个微博 迷路的孩子啊 就是谁啊 所有的鸽子都看向东南方 等待掉队的鸽子回来 东南方那只掉队的鸽子 到底是谁呢 好就是这只掉队的鸽子 到底是谁呢 迷路的孩子早点回家 到底是谁呢 啊 这个网友就直接把这个图给披上去了 这边是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旗啊 那右边这个孩子 竟然是台湾 难道迷路的孩子是指的是台湾吗 到底这个迷路的孩子指的是谁 有没有任何含义呢 我想这个只能问张艺谋导演本人才能知道啦 所以我想有的时候就是 这个艺术他厉害的地方 就是他隐喻啊 就是这种隐含的抑郁啊 他也不给你说破 那你去揣摩他的这个心意 大家都 一定是这样子 但他不说 你也不能说他一定这样子 啊你们很想太多 反正就是这样 我觉得这个桥段 我觉得个人觉得从 以张艺谋导演这个角度 还蛮有巧思的 还不错 很厉害 好但是呢 在这个 本岛 本岛内部 就不爽了 这一位 这一位是谁 来 这一位不知道 张博洋 我想我应该比他红了 他是谁 I don't care 但是他说又在吃台湾豆腐 所以他到底是谁呢 来 他到底是谁 台湾激进的 台湾激进的 新闻部的这个主任 他就呛了 连小朋友的演出 都变成你政治宣传的工具 你在强迫小朋友演出啊 中国现在是把吃豆腐 也当成奥运比赛项目了吗 中国网友实在太自作多情了 人家表演的小朋友 是发挥团队精神 把自己隔壁的小朋友 拉回队伍中 中国对台湾 根本不是自己队伍的人 硬要凑成一队 团结跟结还是有差 就是你是在团结 但是你这个是打结 你根本想要打结我们台湾 我根本不是你们队伍的 凭什么把我牵回去 吃我们豆腐 所以反正这个就是 就是要平衡报道一下嘛 就是在大陆这边的反应 是哇回家吧孩子 当然在台湾这个 我找比较比较极端的 激进党的这边的反应 就是吃我们豆腐 你想的没 总之呢 这个就是这个 东奥相关的这些新闻 一堂一堂串 我来给大家来整理了一下 最后呢 这个东奥昨天开幕了 现在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 希望东奥能够顺利的举办 然后今年呢 从开年开始呢 我相信又是一年的抗中大戏要演 大家继续来演下去 冰敦敦 祝福这个冬季奥运 顺利举办 冰敦敦 我有冰敦敦 你们是不是很羡慕我 我还有 我在北京我早就买了 你们忘了我有拍冬奥特辑吗 冰敦敦 我有的 现在买不到的 羡慕我吧 各位选手加油 冬奥加油 好来 等一下开放Disco Call In 开放Disco Call In 来咯 还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